在过去的抗美援朝中,曾引选出许多叫人敬佩的英雄,特等功臣柴云正正是其中之一。 可让人意外的是,这位英雄却离奇消失,进而被中朝两国寻找了整整33年,但找到时却觉得不可思议,那么这位英雄有着怎样的经历呢? 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,有感于加国大义的柴云正在强烈的意愿下加入了志愿珍的队伍,并在这一路建立功勋。 1951年,朝鲜战场战况白热化,以美为首的联合国军将大量的重武器与装甲调往了前线。 柴云正所在的15军45师三营,则是在这个紧张的背景下接到了在阻击朴达峰的任务。 朴达峰山势陡峭,林木茂密,几乎是联合国军进攻朝鲜进化的必经之地,只是阻击战的进行却是极为艰险的。 当时行经朴达峰的是联合国军第25师,配备了极其先进的装甲与武器,其中力量实在强大,以至于在战斗的这一期间,竟让志愿军战士将最为重要的高地失去了。 而在这个危难之时,时任班长的柴云正向三营营长启应道,请让我们来为战士们赢取胜利吧。 当时联合国军的攻势极强,轮番的轰炸,鲜有停歇的炮火,竟使得整个朴达峰都未曾有一处的完好,更何况是人呢。 可情况实在危急,让三营营长只得含泪答应柴云正的请求,而柴云正也将因这场战斗铸就最勇武的功勋。 1951年,时任班长柴云正带领了一班的志愿军战士去夺回朴达峰的高地,只是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 当时是夜色,虽有火力掩护,可仅凭一般的武人,还是太过艰难了。 但饶是如此,柴云正等人却并没有丝毫聚色,他们只是勇猛的行径,哪怕联合国军的狂轰乱炸,会瞬间让他们失去生命。 一刻钟,两刻钟,不知已经战斗了多久,也不知战斗的同志是否还在。 自弹呼啸,炮火轰鸣,柴云正的身躯已满是伤痕,就连意识都变得有些许模糊。 可纵然如此,柴云正只是在战斗着,哪怕最后能使用的,只有那双满是肉末的拳头。 一个,两个,三个,不知击倒了多少位反动派,柴云正的全身已再无半点可用之力,以至于当场晕倒在战场上。 所幸在柴云正晕倒之前,那些联合国军便因为其先前的勇武,被吓得狼狈而逃,连半点威胁都不敢再有了。 柴云正是英雄,一旁的志愿军战士含着泪将柴云正带到后方治疗,并向一众同志歌颂着英雄的功绩。 只是在为英雄授予功勋时,变故却突然发生了。 1952年在得知柴云镇英勇功绩后,志愿军总政治部要为这位英雄授予功勋,但在这过程中却发生了一场变故,英雄失踪了。 不知怎么回事,原本在后方仰上的柴云镇竟离奇地失踪,连半点消息都不曾有了。 找,一定要将英雄找到。 在得知消息后,作为十五军统帅的秦机伟将军,立即派人展开了对英雄的寻找,而与之同时展开寻找的还有朝鲜的一众领导者。 在双方的合力之下,竟差点将整个朝鲜掘地三尺。 可饶事如此,人们却未能得到关于英雄的半点消息。 但中朝两边却拒绝放弃,他们只是找着,以至于在33年后终于找到了这位英雄。 1984年被派出寻找柴云镇的小组几经挫折,终于在柴云镇的家乡将其找到,并得知了他离开的真相。 原来,当柴云镇被接到后方休养后,觉得自己的伤会给志愿军带来不少麻烦,便找了个机会偷偷回到了家乡。 至于个人在朝鲜战场上的英雄行为,却未曾与村里人提起过。 他只是务着农,在这33年里做着最平凡而伟大的工作,事了服依去,深藏功云铭。 为国家柴云镇立下了无数功勋,可作为一名功臣,他却并不要国家的任何帮助。 这种高洁精神,便是那最耀眼的烈日,也不敢与之争辉吧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,我们下期再见。